中共大屠杀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毕竟搞清楚 中共为什么要大屠杀 一个是镇压 接受这场运动 那是眼前的事 他做到了 对不对 他要根据人民对他的反抗 对吧 可是他另外一个意见的很多人没有看到 中共大屠杀就是用宣学 用人民的宣学来宣示 中共永远不会走政治改革的道路 永远要实行专制统治到底 34年过去了 中共是不是这样的 那是中共的一场血诗 如果我们不能从中共六四大屠杀里面 看到中共的这一场血诗 就是坚决不走民主道路 坚决专制道题 这个两句话的话 我们就等于没有看懂六四大头上 而六四之后到今天为止 不是三年不是四年 已经整整34年了 34年中共的专制统治 没有退让过 政治的高压是越来越高 压得越来越深 现在连经济都在望回倒退了 当经济改革或政治不改革发生冲突的时候 中共宁肯经济不改革 也要坚决不改政治 这才有了习近平 习近平并不是个人问题 习近平所走的路都是胡锦涛后期所走的路 只不过他是一个高干子弟出身 胡锦涛是五类分子的儿子 胡锦涛只能搞阴谋倒退 而习近平是公开反动 这才是我们能看到的 看到了这一点我就能回答你的问题了 改良主义救中国在1989年就已经终结了 89年之后在海外民运里面的民运主流 成了保共改良路线 这个路线本身是对改良本身的倒退 是对进步改良的倒退 他更不能救中国 他只能把中国推向深刻 他是在帮助共产党延续生命 保住政权的前提下 进行部分的经济改革或行政改革 而不改变共产党的极权本质 和共产党的残酷统治 事实上证明 江泽民如果说相对的退了一步 那么胡锦涛是相对的进了半步 习近平大大的向前残酷的跨出了一步 是不是这样大倒退 这是必然的 俄国尼古拉二世是最后一个谎 沙皇 在他当政的时候 他的宰相斯托雷平就说过一句话 如果没有革命的发生 改革照样进行 革命如若发生 必须停止改革 今天的习近平做的是完全一样 以为要 是